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香港特区政府跟大陆不一样 他们都是英国培养的技术官僚 职业的 他们是管理香港 他们不是领导香港 他们就是我按照法律 法律怎么规定的 我管理的香港 至于说这经济好不好 你公司有没有发展 不是我香港特区政府的事 你跟香港我特区政府没关系 你是私人的生意 我没管 香港也没有国有企业 对不对 你不管 可是你隔岸 你看旁边的 过了深圳河 看看深圳 从第一阵特首 深圳刚开始是靠香港扶植起来的一个小渔村 现在深圳的国民总产值跟香港等同 不要说广东省了 就一个深圳已经和香港等同了 而且现在还要超过 看着趋势肯定会超过香港 他说中国的领导人 香港民众看着旁边自己的一个小渔村 一步一步超越自己 如果我住在香港 我也有一种心里有一种焦虑感 这怎么会呢 我们的法律好 我们的科研人员多 我们大学好 我们什么都好 我们为什么会输给深圳 而且输越输越多 而且越赶越不可能 所以这种焦虑感和我们这个特区历届政府 从董建华开始 历届的政府的首脑和政府的主要干部 主要的官员都是很好的人 可是为什么就没把香港经济提振起来 其实主持人你提到这个事情 其实跟典型的一种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欧洲国家的一种民族的一种政治体制 跟中国或者是甚至以前的四小龙的一种政治体制 它是由政府领导去一个发展 然后有另外一种是好像英国也好 美国也好 甚至很多西方国家也好 它是有点像是政府就不管这些东西 它要你民营体液去自由发展 它国家政府 它政府只是提供一个 相对来讲是比较平安的 健康的 或者提供一些基本的教育 公路体系 法治的体系 然后这两种不同的领导方法 当他们在竞争的时候 往往后面的那种 就是说是由政府领导的 这种发展起来会特别快一点点 然后它有时候发展会更好一点点 当然有可能这种发展的模式 比如说好像以前的印度或者是巴西这样子 它那时候政府的领导的方法就犯了一些错误 结果他们那时候跟四小龙去竞争的时候 反而就落后四小龙 典型是巴西吗 典型了 然后变成就停留在中等收入的国家 就没有上去 所谓中等国家收入陷阱 陷阱 没有错 exactly 那我是觉得香港人有一部分人 我相信有这方面的焦虑 因为以前九千年的时候 香港的国民生人种子 是等于中国的八分之三分之一 是的 没错 到现在为止 今天为止的话不到八分之三 就是降了一个零 对不对 那香港在某种情形来讲 等整个中国比较起来 它只是一个小城市 甚至连上海 七百万人都算不上一线城市了 就有点像在美国的话 有点像是波士顿 你甚至连Los Angeles 或者是纽约也比不上 对不对 那意思是说 我觉得其实香港有部分人 其实应该要了解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不是以前那个香港 我也不是老大 甚至也不是什么比什么先进一场 你就安安分分地做你的一个 一个很富裕的一个城市 就有点像我说的最简单的例子 有点像San Francisco San Jose的比较 那香港就有点像San Francisco 它是个金融的提供 那San Jose的话 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的深圳这样子 它是个科技的 那你两个互相配合的话 大家一样可以繁荣起来 大家一样过得很好 但是你San Francisco 就不要说去争 我要做纽约 金融做老大 然后还一直说我San Francisco 人就看不起San Jose的人 或者是你们搞科技的 当然没有像我们搞金融的 那么高高端上 不要搞这种事情 因为香港有一部分人 真的是有这方面的态度 我觉得这个是典型的一种 怎么讲 优越感 然后这种优越感 一些现象 就是代表一种优越的情况 不是 甚至日本 有时候我跟一些朋友聊过 我说日本人是亚洲国家里面 很多是最自大的 他们看不起其他亚洲人 就是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好像人种特别优秀 但是其实不是 只是因为他们工业化 他们来 比我们早 比我们早 比韩国 比台湾 比我们早 但是他们就突然间 就脑袋灌水 就得到自己优越感 其实香港有部分也是这样子 甚至上海也有 你去上海 上海还看不起外地人 也像一样吗 你去上海 上海有些人就觉得 你看我们 已经开佛了多少年 就是比你们那些 其他地方来优越感 但是同样这种事 都是不是真实的 只是自我感觉良好 其实这个 还是同理是观察得非常细 确实如此 这种优越感 就跟 就跟这个 以前上海人 总是乔外地人 都是港北地 在江北人一样 但是现在 大家突然发现 很多年轻人 有本人年轻人说 我们创业都不去上海了 上海盲目自大 上海盲目自大 去杭州了吗 苏州就好了 都比上海好 所以上海也就逐渐逐渐开始 所以当年上海超越香港的时候 大家觉得有点surprise 现在人家超越上海了 上海人也开始 就说说明一点 这种事情是不进则退 不进则退 说得太正了 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的 但是这一次 这次回到我们这次游行 这次游行我发现一个特点 年轻人特别多 甚至很多都是中学生 我看都是十六七岁的孩子 我以为都是大学生 我哪有那么多大学生 香港就那么几艘大学 全出来也没有那么多人 那么多年轻人 结果是年轻人比较多 的确是 我看到一些评论 我也觉得 我也认部分认同他们的观点 就是说年轻人 对香港的未来 有那么一点危险性 担忧 对 因为你的就业在哪 你不能 我也希望跟爸妈妈离很近 我愿意在香港 我习惯了吃这家餐厅 现在你告诉我说 我不得已 我只能去上海就业 上海是很好 可能住的房子比香港还大 但是问题是 我喜欢在爸妈妈身边 我想我的女朋友 我未来的老婆 或者说我喜欢这家餐厅 香港谁都是恋家的人 可是从现在看 香港的年轻人 在香港本地就业的前景 有点堪忧 据说这也是这一次 很多人上街的 借此发泄 我同意这种说法 真的同意 而且香港还另外一个问题 香港在过去的十年间 贫富差异拉得太大 拉得太大 这些问题我是觉得 政府应该可以有点办法吧 其实政府可以做很多事情 你看你现在每年的财政税收 留下那么多钱 对嘛 那为什么不扩大一个 比如说很简单 你那个公共房租 放公共房子 你就弄大一点点 本来他这些年轻人 他以前是住在那个公公 我们叫公公公公公 链珠屋 链珠屋 链珠屋的 然后他父母住 他在那个长大 他现在不敢结婚 或者他结了婚 他自己他住外面 他买不起 也租不起 那为什么政府不可以 多盖一些链珠屋出来 当这些人也可以 而他就可以租 而且新界有很多地 很新很地 然后你填海也可以坐 填海也可以坐 那还有是 比如说他们担心昼夜问题 那为什么你不用这些钱来去搞一些 比如说你不要每天搞一些金融啊 搞一些什么东西 你要搞一些基本的一些制造业 因为这些人才会有工作做 他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上大学的 对不对 他可能上到高中 他上不上去 他唯一可以做的是做制造业 或者做一些服务行业 那你要有一个地方 比如说香港 很可惜很可惜 我的朋友里面 有一大部分是在帮美国一个Blockham公司做事情 我就问他 为什么当初你在香港的理工大学 香港的一些大学毕业的时候 没有人在香港搞科技 他说很简单 他说97年那段时间 以前那段时间的时候 香港的政府是想搞一些科技出来的 然后还弄了很多地来专门来搞这个东西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就改变了 然后那些地就去搞那些写字楼 搞那些什么hotel 然后就给那些发地产发展商赚的大钱 但是原来那块地是要搞工业的 就没有了 结果本来那些美国的大企业 还有中国一些企业 台湾一些企业 要在那边投资 盖一些R&D facility的 然后我们这批人就可以在那边工作 结果就没有了 结果后来突然间美国有家公司 什么Blockham 要请我们 那我们就全部 当然了 我们这批同学全部都搬过来美国 结果香港就损失了这批人 OK 那我跟你讲这个 主持人讲这个问题是原因是说 我因为就刚才主持人也提到 我觉得香港的过去那二十几年的政府 这批人基本上是一个很好的管理 manager 他们是很好的技术官僚 绝对不是entrepreneur 对没错 就是不是Steve Jones 你这样子想好了 不是苹果那个方的 我懂你的意思 他可能是现在那个 那个叫什么 现在苹果那个叫Cook 他可能是这种类型 就是很好 他会管你 帮你赚很多钱 但是你要他搞一些新东西出来 他真的是没有这个能力 他不是Steven Jones 不是Steven Jones 对啊 香港其实我也看到 我也关注香港 因为那一会儿香港搞一个什么信息港 一会儿搞数字港 一大堆的这个科技的这种proposal 到最后都无疾而终 无疾无疚 而且我看到在亚洲的大学评比当中 香港这两所大学从来都在前十名里面 就说明香港的教育是可以培养出很多优秀人才的 我们有优秀人才 又有很多idea 大陆又有市场 原本这是一个挺好的idea 可是最后一个一个都无疾而终 大家感到很可惜 当然这里面有很多因素 我们不知道 但有一点 就像刚才您讲的 有一些有钱人 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这块地拿来我盖房子 我赚的要比你搞一个什么信息港 搞个R&D 要来起来的快 所以香港在过去几十年来 这种在某种程度上 由富人来主导香港的经济 可能这个状况也应该有所改变 的确是 我觉得香港比较起来 跟韩国台湾或者新加坡 在这方面 尤其是搞工业 搞一种发展的话 相对来讲就是没什么行情 就是搞不出来 金融就一直独信 就是反正金融赚很多钱 然后其他的话 太辛苦了 然后政府也没有这个执行能力 去搞这个东西出来 结果你一下子过了二十年三十年之后 你现在这些年轻人 他们如果上不了大学 进不了这种专业人士 然后他们只是普通一个 高中或者初中毕业的人 他们可以做什么呢 你看他过去那二十年三十年 他可能工资没有涨过 他也买不起房子 他甚至他楼下那家面店 或者怎么样 可能也关门了 因为租金太贵了 对 没错 可能他楼下的店 去变成一个专门 卖一些产品 给国内的一些游客的 他自己本身就很不高兴 然后其实最简单的说法 就是有点像香港 是一块饼这样子 以前这个饼可以越做越大 大家都可以分得多一点点 对 没错 那现在这个饼没法子越做越大 基本上是维持不变 OK 然后再加上这个饼的话 很大一部分 就跟一些香港本身 已经很有钱的人 他们赚更多的钱 甚至国内有些 比如说有句笑话说 国内那些富豪里面 十个里面 差不多有七个八个 都有香港的身份证 没错 香港有一段账者允许的 对 那意思是说 这些国内的富豪 他去到那边之后 他可以买豪车 买豪杂 然后可以上四类学校 然后这个饼 就很多就让他们 就分过去了 结果饼又没有做大 分得他们分到那部分 越分越少 那意思是说 这些二十几岁 三十几岁的人 就开始就不高兴了 所以这次主持人 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说 反而这次五十岁 六十岁这批 这次就基本上 没怎么出现过 这次的游行里面 绝大部分都是 二十岁三十岁这批 这是 因为香港 因为你得让人家能看到未来 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很多因素 我们今天时间关系 没法跟大家详细做分析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 其实香港还是一个很好的地方 你要去过香港 你就会发现 香港那是一个 如果你习惯那个生活的话 你会觉得越来越喜欢那个地方 但是如果搞不好的话 七百万人 也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的时间关系 我们只能再谈这里了 我们感谢同志明律师 谢谢您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再见 再见